當然可能很多個圖放在同一個區域裡面的話 以此類推,畫兩個OK,用MODE 所以MODE很重要,如果沒有MODE 說真的你要判斷說到底你要怎麼放 除了MODE,我不知道有沒有更好 如果你還有想到更簡單的方法 或許你可以再跟我分享 目前我想到應該是這個MODE 其他的程式語言也都差不多 反正一定會有一個求於餘數為多少 那VPA裡面是MODE,MODE 以上裡面函數也有MODE 函數裡面有一樣的意思 那可是在Java或者是在Python裡面 它那個就不是叫MODE,它叫百分比符號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百分比符號就是求餘數 其實它意思是MODE,只是說用的符號與法不同而已 指的是一樣的事情,這個還蠻常會用到的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剛剛做的跨工作表 有沒有,就是直接跨 那其實主要就是有幾個地方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說你如果假設你的資料 有沒有,像這個一定要加序則1 這個要加序則1 這邊要加序則1 OK,如果沒有加的話 然後變成說它不知道說那個範圍在哪裡 所以將來可能如果找不到資料 那結果一定是錯誤的啦 OK 那其他應該大同小異 還有坐標的位置等等的變更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將來如果你要畫一個那個 這個所謂的Dashboard 像那個Power BI裡面那個圖 那簡直是太簡單了 OK,如果你會寫VBA的話 沒有那麼複雜 而且甚至可以更客製化 就是你要怎麼去變化 都其實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只是說最後如果假設我希望畫不是只有兩個 兩個比較簡單的 所以最後我希望畫五個 五個的話應該 如果按照剛剛的方式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說五個的話 你們可以想得到的嘛 就是把這個全部折現圖 這個有沒有 複製貼過來 然後我這邊已經改好了 所以其實按照同樣的邏輯 就是怎麼樣 把這一個有沒有 複製 然後總共再貼幾次 一幅是第一個嘛 什麼五個嘛 所以再貼三個 所以貼在這裡 記得一定要加Ls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貼第一個 貼第二個 貼第三個 那這個是 如果當它第一個的話 所以Mod5等於1 Mod5等於2的話 一之類推 所以等於4 其他的話就整除啦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再去修改它的位置 座標位置 第一個是A嘛 再來就是C E G嘛 就是你算兩個兩個兩個籃 OK 那其他的話就是說 它的寬度就一律兩籃 所以後面的話 一律把它乘以2 乘以2 其他都OK 其他也都沒改啦 它還改這樣子 其實結果就OK了 應該也不困難吧 所以我們跑出來的結果呢 就會類似像這樣 有沒有 按下去 全部都OK了 不過好像還有一個地方 感覺不夠完美 什麼地方呢 它最後 會把游標呢 停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語法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語法最後是點Slace 點Slace的話 意思是游標一定是放在那個上面 所以你會發現 它跑完之後 游標會放在哪裡 放在最後這個 而且這個也不影響 不過你說某事 最後如果不想要放這裡的話 那可不可以放別的地方 放在這裡感覺好像 好像有點不夠完美 那你要放哪裡 沒有 不然你就放K20好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希望這邊 多一個 就是放這個動作 那沒關係嘛 你就是什麼 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是在 End Sub上面 再變更它的 因為最後一定會有個游標 放哪裡的位置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要放那邊的話 你可以讓它游標移開 不要放在那個圖上面 那如果假設你要放在K20的話 那你是可以直接寫一個什麼 Range K20 點 點Slate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不就游標離開了 那你不見得一定要K20 放K20會看得到 如果你假設不想放在看得到的地方 乾脆你把它放在AE算的 AE應該就比較看 因為AE它其實是被擋住了 有沒有 所以你把它跑一下 我看 這樣會不會 有沒有 欸 完美了 有沒有感覺好像 哇 整個最後呢就完美落地 不會說 最後好像掉了什麼東西 感覺好像不夠完美 所以其實有東西 其實都可以用邏輯把它推敲出來的 所以最後其實如果你要更完美的話 有沒有 最後呢 你就再加一個叫做Range A1點Slate 這樣的話呢 它就不會最後把那個游標停在最後那張圖上面 感覺好像怪怪的 當然我不知道 我的感覺 看到那個我就想要把它改一下 還有一個地方其實還可以再改 哪個地方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寫這麼多 感覺其實說真的 第一個直覺就覺得好亂喔 而且第二個感覺好像城市真的很容易寫錯啦 所以以我的感覺 要是我我就不會這樣 我就可能會想說 如果假如這邊不要存在的話 那當然呢 假設這樣這邊不存在的話 哇 那感覺清爽很多 對 所以我就改了一個 所以假設 那我就是做我要做的那個事情 那你要想說 老是那個位子跟坐標怎麼辦 對 位子跟坐標的部分的話 其實尤其是那個坐標 哪個地方的坐標 就是它左邊這個坐標 OK 那應該會放哪裡 所以後來我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說呢 我一樣讓它乘以什麼 乘以它的寬度 兩個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我基本上以哪一個為基礎 就是以那個A1的這個位子 或者是AK K可能底下會跳 跳一個那個就是列嘛 總共識列 A1跟A11嘛 然後呢 每一次就要讓它往右邊 加兩個欄位的寬度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 剛剛好可以讓它加 比如說第一次 第一次就不要加兩個欄位 就是原來的位置 那第二次的話呢 就是加兩 等於是乘以一次嘛 就是讓它跳兩欄 再下一個的話 跳兩欄的乘以2 所以我後來想了一個方法 有什麼方式 可以剛好滿足這個條件 後來我想了一個方法 用I本身 讓它去做變化 那你會發現 當I怎麼樣呢 I mode 5 就是除以5之後的余數怎麼樣 如果讓它為余1的時候 余1的時候呢 我就 1的話其實不要動 對不對 那不要動 那怎麼讓它不要動 其實我想一個方法 我把它減1比較好 因為你 mode 5之後余1嘛 余1的話呢 剛好它就要維持原來的位置 所以我把它減1 減1的話呢 它就變成0 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呢 我就不要加上 那個什麼呢 寬度乘以2的 因為0乘以所有東西都0嘛 所以意思是說 在原來的位置上面 可是呢 如果當它 mode 5之後余2的時候 它減掉1 不叫1嗎 所以意思是說呢 我再加上寬了兩倍 那一時類推嘛 再來就2 再來就3 那整除的部分就不管了 整除就回到 就是它應該有的位置 就是最後那個位置 其他的話呢 用這個公式來決定 那這樣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程式整個就縮短太多了 當然你說老師我不計較啦 反正程式多程式少 我可以跑到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我跟各位講 程式盡量先求穩定 等到你求穩定之後呢 你再來思考說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 不造成程式穩定 又能夠讓程式變精簡的方法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所以我剛剛做兩個東西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把它變成5欄 OK 這個的話多一個 就是游標最後切到range 看得出來一點點 OK 不影響 那我這個方法是用前面講過的 就是mod5 所以會一直貼三個 然後去變更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說 我不要寫那麼多lf 那我最後的方法就是什麼 我是在這個地方加一個 就是利用inode多少的余數 讓他決定說他要增加幾個 那個寬度兩倍吧 OK 所以我用那個 但是這個密方可能要刮糊起來 因為要算完之後 才去沉 你如果沒有刮糊的話 他可能先沉了之後再去減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可以看看想想看 如果這個想不出來 你用上個方法也OK了 反正先穩定為最優先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